撒军读书是个严谨的人 哪里 我们后世之人 也是从先生的书文解字里 学到了先生的严谨 翻开此书 字里行间 无不透露出先生 对于文字的敬畏与慎重 父亲为我取名为慎 自书中 就是要我做人 做学问 都要严谨 慎重 少林学子许慎 入考场 我自少时便爱读书 读书时见文字 心中便充满憧憬 我华下文字乃先贤所创 一文一字 并有深意 欲于其中 所以 我总爱将其中每一个字意 都求解清楚 如今应试 我已能奉咒书 九千余子 如生许慎 品学兼优 德行出众 拓任 汝南郡公草 协助太守 掌管人士 剪拓贤 剪拔贤能 拜见郡公草 许大人 我既为郡公草 暗读文书 工作量极大 我深知 公文之重要 在雅蜀之内 写下的每一个字 都关系着郑无名声 我时刻提醒自己 要慎重 以谨小慎微 担起责任之重 其间 我研读经典 明误经义 对先生 所留下的古文经书 喜爱由慎 许慎 为郡公草多年 德行高庙 智洁清白 进京汝南郡 查局为孝莲 即刻进京 任太尉南郭祭酒 拜见南郭祭酒 许大人 我认太尉南郭祭酒 许德才兼备 文章通达 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努力为学 经言先圣经文 通采古经之意 比对参详异统 美德典籍新本 都如获至宝 必求其究竟 陛下有诏 明试中假魁 选拔高材生 寿经义 行于事 这一堆 文章音乐 好 来 我在这里